大家好 我是Den 在昨天最新一集的Quindom 2 播放了PPG 凯普勒 虚琳的Cover舞台之后 出演的六祖女团都结束了第二轮竞演舞台 所以今天就想要快速总整理一下 六祖女团的Cover舞台后 接着来看一下 为什么韩国网友们对Quindom 2的评价方式 表示不满的理由 首先在上个礼拜播放的第三集中公开了 以梦幻周术师风格表演 姚泽秦古 狼狼狼狼狼 以音乐剧的方式表演 Sista Seki的 以完美符合团体色的舞台 表演 Kepula Mask的 Brave Girls 然后在昨天播放的第四集中公开了 以Tango风格热情表演 舞台风格的BBG 真的好漂亮 最近真的好喜欢BBG BBG个人能力都很强 不管什么风格编剧都做得非常好 看Quindom 2后入坑BBG 所以投票了 会继续支持的 希望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以及排行 努力跟真心是会传递给别人的 接着是将Brave Girls的 Pro Party与伦林结合在一起 表演了清凉活泼舞台的Kepula 真的是很清凉很开朗 让人心情愉快的舞台 再次感受到 虽然是新人 但是舞台表演真的很厉害 成员们都很棒 就是希望下次能选择适合的歌曲 最后是以Kinwoman风格 表演一代的存在So What 再次撕掉Quindom 2的Hiorin 太帅了 仿佛自己一个人在海外 POP颁奖典礼一样 真的是另一个级别 好像一个人在PRO的舞台一样 我等这个等了一个礼拜 真的只能说疯了 撕掉又撕掉了 接着昨天也公开了 第二轮竞演的排行 一位Hiorin 二位Italy Sonja 三位Ujus Sonja 四位BBG 五位Kepler 六位Brave Girls 对于这个排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跟大家想象的差不多吗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 现场反应跟节目反应 完全不一样 看节目说很好的舞台 现场投票总是在后排 说实话 这次Brave Girls 是前三名才是正常的 事实上 现场评价团可以投两票 一票一定会给 压倒性胜出的Hiorin 另一票一定会给 自家的团体 因为是这种结构 所以不是扣实力 而是一位Hiorin之后 后面都是以粉丝规模 来排顺序的 因为Hiorin太压倒性了 所以剩下就变成了 人气投票 观众拿着两票 一票一定给Hiorin 一票给自己姻缘的队 所以除了Hiorin之外 其他舞台就变成了 人气投票而已 当天在舞台结束后 Crave Girls 在与制作组的采访中 因连续两次的 最低排行成绩 最终流出眼泪了 而BBG呢 因为觉得自己的 舞蹈实力不足也流泪了 最后就是Keple Tayan 因为自责舞台失误 而流泪了 昨天Tayan在结尾之前 不小心掉下了舞台 但是马上就站起来 爬上舞台 完成了最后的动作 看到舞台结束后 自责的Tayan 就觉得非常心酸 所以对于Kindom 2 第二轮的排行 以及评价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六祖女团是 多么多么认真努力的 准备舞台 我们都是知道的 所以希望出演的六祖女团 到最后一轮为止 都不要受伤 平安无事的结束Kindom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